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10日在上海闭幕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承海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三届进博会闭幕新闻通气会上透露 按一年计第三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726.2亿美元 比上届增长2.1% 虽然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蔓延 但第三届进博会各方合作意向热度不减 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726.2亿美元 比上届增长2.1% 孙承海表示第三届进博会按照越办越好总要求 延续新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 克服不利影响统筹疫情防控和办展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展会总展览面积近36万平方米 比上届扩大近3万平方米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携带大批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首发首展 举办101厂配套活动 近40万专业观众注册报名 3000多名境内外记者报名采访 实现了安全精彩富有成效的预期目标 孙承海在会上还透露 本届进博会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410亿项 世界500强级行业龙头企业连续参展比例近80% 部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特装比例达到94% 多个国家部委继续推出税收优惠 通关便利市场准入等支持政策 为展商带来更多实惠 截至目前已有数百家企业报名签约参展第四届进博会